习独裁者的凶残 比起奥塞斯库还残人一百倍 他的手段从古至今没有一个独裁者能够与他比 那么他的手段高明在什么地方呢 独裁国家的独裁者屠杀平民通常都是用武器去屠杀 这座模式的屠杀在世界上会被谴责或者被制裁 习近平也看到了这点 他不会冒这个风险 他高明的手段就是用病毒核酸检测 封城做掩护 他用核酸用阳性 然后不断地折腾平民 把平民的心理击溃 下一步就是把平民死死的风空在家 或者送去他新建的现代化集中营 长时间的风景 不用他亲自动手 当平民心理崩溃的时候 就自己把自己杀了 补充上下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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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补充下台 免上 忍上堿压 补充元 馋朝堆压 这部穷养的厄 어떤做 你想谢 没有 不要 英教掌 kita 三十多年前,也就是1989年12月25日,罗马尼亚独裁者,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,尼古拉,其奥赛斯库被执行枪决, 从此罗马尼亚迎来了崭新的一夜,从15日蒂米什瓦拉发生动乱到25日,其奥赛斯库被处死,罗马尼亚十天内天翻地覆,21日,他决定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举行群众集会,号召人民支持他在蒂米什瓦拉的镇压行动。 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斯登古雷斯库上将,没有按其奥赛斯库的意志去拦阻群众,维持秩序,反而撞起打来,背叛了他,偷偷下令军队撤回军营,给了其奥赛斯库致命的一击。 示威民众的情绪更加激昂,口号声,歌声响彻云霄,一起向党中央大厦冲击。 其奥赛斯库夫妇看到事情无法控制,于是下令调来一架直升机,从大厦顶部平台逃走,向布加勒斯特北部校区飞去。 慌不择路的骑士夫妇由于直升机燃油耗尽,飞机最后降落在布加勒斯特西北52公里处的一条公路上。 骑士夫妇被特尔哥维什泰县警察局抓获。 后移交到兵营看管。 三天后,25日圣诞节,罗马尼亚救国阵线组建的特别军事法庭,在兵营对骑士夫妇进行了审判。 随后,军事法庭以屠杀罪、破坏政权罪、破坏公共财产罪、损坏国民经济罪等罪名,判处其奥赛斯库夫妇死刑。 审判结束后,其奥赛斯库夫妇被带到室外,在一块空地,被乱枪打死。 其奥赛斯库到死也没弄明白,1989年12月罗马尼亚刮起的这场政治风暴,其来势之猛,变化之快。 短短七天,就让他由万众欢呼拥戴的人民领袖瞬间成为人民公敌,像野狗一样被处决。 去见了马克思,400万罗共党员居然更无一个是哪儿,这就是独裁者的下场,也是所有独裁者的最终归宿。